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它记录的山水地理使人如堕无礼物中不知所云 人们向往山海经 因为它描绘的奇山异石使人如林仙境如醉如痴 人们热爱山海经 因为它记载的神话故事使人精神焕发催人奋进 那么山海经记载的一系列沿海地理情况是否真实可靠 这部上古奇书究竟蕴藏着哪些显为人知的海洋文化信息呢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 做客百家讲坛 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四集 《山海之今》 在民间流传着许多的神话传说 几千年来是经久不衰 比如说盘古开天 大鱼治水 跨幅追日等等 这些神话故事 在这其中啊 有一个关于人和海的神话故事 更是家喻户晓 这个故事讲的是 有一个小女孩有一次呢 到东海去游玩 结果被海水淹死了 这个小女孩的灵魂不灭 化作一只水鸟 她为了报被淹死之仇呢 就从西山闲来了草木和石子 要把东海填平 这个故事就是非常著名的 《京卫填海》 《京卫填海》的故事啊 它出自于《山海经》 这个故事现在已经是耳熟能详了 大家都知道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去研究 这个神话故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围绕着《京卫填海》这样的故事啊 还有许多的谜团没有解开 其中一个最大的谜团 就是在《山海经》中 它为什么要记载这样一个神话故事 它体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 这个值得研究 在这一期节目当中 我们就了解《山海经》 以及《山海经》中所包含的海洋文明的信息 那么《山海经》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 《山海经》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啊 它算是一部奇书 非常奇特的书 一般地认为 它成熟于战国时期 到汉代的初期 它的内容看上去啊 有些荒诞怪異 它的形式呢 又很简略 很散乱 它全书的文字啊 不过三万一千字 但是在这部书中 它所包含的信息 有价值的信息 却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所以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 人们对它都非常的重视 那么有人会说了 《山海经》 它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呢 关于这个问题啊 在学术界还有一定的中论 有人认为 《山海经》 它是一部严谨的地理著作 也有人认为啊 它不是什么地理著作 它就是一本 比较荒诞的古怪小说 还有人认为呢 它就是一部 包含着丰富信息的图画解说集 我自己感觉到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 为什么呢 在《山海经》中 这些特点体现的都非常的 非常的明显 把它看作是一部世界地理著作 更为贴切 在这里呢 我就从地理民俗和文学的角度 来梳理一下《山海经》中 所包含的海洋文化信息 首先我们看它的名字 《山海经》 《山》是指山川 《海》呢 是指海洋 这个显而易见的 那么《经》是什么 《经》啊 它指的不是经典 它的含义是经界 也就是江界 界线的意思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那么《山海经》 它是一部 以山和海的经界为主线的 这么一部地理制 我认为是这样 在《山海经》这部书中 涉及到了若干有关海洋的信息 其中啊 包含着很多的 与海洋有关的地理概念 比如说海内 海外 还有东海啊 南海啊 渤海等等 这样一些地理概念 虽然在这个《山海经》中 山也是它叙述的一个重点 但是每次说到山啊 它都要谈到 这座山所发源的河流 这些河流在作者的笔下 也是通入大海的 也是与海有关系的 所以 有些学者认为啊 《山海经》 它是一部关于海洋文明的开山之作 也有人认为 《山海经》 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论述海洋的经典 当然这些说法 它有些过誉了 但是也不无道理啊 那么《山海经》 究竟包含着哪些与海洋相关的内容呢 在这里啊 我把它梳理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它记载了沿海的地理情况 《山海经》一共是十八卷 它主要设计了四个地理的概念 这就是山 海内 海外 和大荒 在这四个地理概念中 后面三个 都与海洋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什么是海内 什么是海外 什么是大荒呢 在《诗经》里啊 有这样一句话 说是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这里的兵 有边缘的意思 当然是包括海兵啊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在普天之下 都是君王统治的土地 在四海之内 都是君王的臣民 那么从这句话的意思 我们显而易见地 就会感受到 在中国的古代啊 人们把君王统治的区域 限定在陆地 而不包括海洋 那么有人会问了 君王统治的陆地 海洋由谁来控制呢 在古代人的眼中 海洋 它是由神仙来统治的 比如在山海经中 就有这样的记载 他说 在东海里面有一个岛 在岛子上呢 住着一个神仙 这个神仙 叫做羽浩 那么羽浩是谁呢 山海经进一步地记载 他说 皇帝生羽浩 羽浩生羽精 羽精驻北海 而羽浩居住在东海 他们都是各治一方的海神 所以从山海经的角度来看 海是由神仙来统治的 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古代的海内和海外 它是以海岸线为界线 海岸线以内被称作海内 海岸线以外被称作海外 当然这个海岸线 它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我们华夏先民 所居住的这些沿海的岛屿 也属于海岸线以内的区域 属于海内 这就是海内和海外的概念 那么大荒指的又是什么呢 大荒是指那些人际罕至 非常荒漠的地方 从海洋这个角度来讲 它是处在海外 再往外的那些地区 叫做大荒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 山海经 它所设计的区域 是非常的广泛 那么山海经 所记载的这些地理的情况 是不是真实 是不是可信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 在学术界也有很多的争论 大家意见也不同意 有人认为 山海经所记载的 这些地理的情况 根本在现在找不到 与现在不相符 所以它的记载 很荒诞 不值得相信 这是一种观点 还有一种观点 认为 说虽然山海经 所记载的这个地理 与现在有一些对不上 但是有一些 它是相符的 特别是 它所记载的那些地理情况 都是上古时期的情况了 经过了几千年的变化 已经是 沧海桑田了 所以我们不能够 拿它来跟现在的地理 幻影简单地相比较 沧海经虽然是中国先秦古籍 内容流传至今 但是围绕这部上古奇书的很多谜团尚未解开 它的作者是谁 至今尚无定论 关于它内容真实性的争论 也从未停止过 有学者认为 《山海经》记载的内容 荒诞不禁 不可轻信 但也有学者肯定它的价值 认为它是一部 具有历史价值的伟大著作 那么 《山海经》记载的内容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争议 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 他又遇到了怎样难以预料的误判误读 那么我本人同意第二种观点 为什么呢 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在《山海经》所叙述的这些 沿海的地理情况当中 有一些情况 它跟现实的情况 正好是相符合的 因此它的记载是可信的 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 这第一个例子 是关于《狼牙台》的记载 《山海经》这样记载 《狼牙台》在渤海间 《狼牙之东》 我觉得这个记载 就非常准确 在中国的历史上 《狼牙》这个地方是客观存在的 在战国时期 《狼牙》属于齐国的一个城义 后来变成了越国的都城 越国在灭屋之后 就把它的都城 从会计就搬到了《狼牙》 那么在《狼牙》的东部大海中 有一座山 这座山它的形状像一个平台 所以它的名字叫《狼牙台》 《狼牙台》是一个岛屿 今天这个岛屿跟陆地已经相连了 它位于现在的山东省 青岛市黄岛区的《狼牙镇》 秦始皇当年就多次登上《狼牙台》 这说明《狼牙台》这个地方 是客观地存在的 因此我们说 《山海经》对《狼牙台》的记载 是确定无误的 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是关于会计山的记载 《山海经》说 会计山在大楚南 说会计山在大楚以南 那么这个大楚是哪里呢 在历史上关于大楚的问题 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来源于 清代的学者碧原 他说这个大楚不是指的楚国 因为在上古时代还没有楚国 那么它是周朝的时候 用于解释图画的一个地理词汇而已 只是一个笼统的地理词汇 叫大楚 这是一种观点 那么第二种观点 也是来自于清代的一位学者 叫吴崇志 他就认为这个大楚 它是《山海经》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 人们在抄写的时候 误写了 本来是应该写成大阅的 而写成大楚了 实际上应该是大阅 会计山在大阅以南 它的根据是什么呢 它说当年大雨治水的时候 就来到过大阅 在大阅登上了茅山 在茅山上筹划治水的工作 后来他就把这个茅山改成了会计山 因此他认为 这个大楚就是大阅 那么大阅在哪里 大阅就位于现在的江苏浙江一带 这是吴崇志的观点 第三种观点 就是现代学者的观点了 他们认为史记上有三楚的记载 三楚 西楚 南楚 东楚 那么其中这个东楚指的是哪里呢 指的就是东海 吴和广陵这一带 那么这些地方也是位于现在的江苏省这一带 因此他们认为 这里的大楚指的就是东楚 东楚在江苏浙江一带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三种观点 对于大楚的这个解释 这三种观点除了第一种观点比较笼统之外 后边两种观点 他的解释都把大楚定在江苏和浙江一带 那么这样我们就要看看今天的会计山在哪里了 今天的会计山位于浙江省的绍兴以南 这不也是在江苏和浙江一南吗 它跟山海经的记载是完全相符合的 所以我们通过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来 山海经他所记载的有些的地理 是准确的是可信的 这是我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我认为即使山海经中的记载 有很多的地区和方国 与现在对不上号 不相符 我们不知道它存在没有 但是我们也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 哪一个角度呢 就是我们在认识山海经所记载的地理的时候 我们必须考虑到 据现在数千年以前的上古时期的地理环境 跟现在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 我们用今天的观念是无法想象的 有可能它的真实情况会令我们大胃吃惊 就像我们今天在考古发现中 有很多的问题 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吃惊 一样 说不准山海经中对地理的记载 它的准确程度也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所以我认为山海经中对沿海地理的记载 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信的 山海经中对这些沿海地理的记载 反映了上古时代 华夏先民们对沿海疆域的深刻认识 也可以说明在当时山海经的作者 或者说它对后来的补充者 详细考察过就是中国的东南沿海这一带 这是我们说它包含的第一个海洋文化信息 第二个内容描述了海外方国的情况 什么叫方国 山海经中所指的方国 它跟现在的国家不一样 它是指上古时期到夏商时代的一些部落国家 这些部落国家它都很小 一个部落或者一个小的封地就是一个国家 跟现在的概念完全不同 山海经中所记载的方国 大多是处于海外和大荒之中 那么这些方国到底存不存在呢 它的真实性如何呢 在学术界也有一定的中论 其中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 那么有些人就认为 山海经所描述的这些方国 根本就不存在 在现在你找不到啊 哪有啊 则也不可信 这是一种观点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山海经所提的这些方国啊 它是可能存在的 但是它不是存在于海外和大荒之中 而是存在于海内 为什么 因为在描述海内方国的时候啊 这个作者把海外的这些方国描述的 有很多雷同的地方 所以有些人判断 这些海外方国实际上是在海内 这是第二种观点 第三种观点就认为 山海经所描述的这些海外 或者大荒中的方国啊 相当一部分是存在的 只不过这些方国 经过了数千年的变化 已经面固全非了 我们不可能去按照当时的记载 跟现在来对应上 但是它实际还是存在的 据山海经记载 在众多的方国之中 有一个很特别的国家 叫做黑尺国 而这个黑尺国 在二十四史之一的后汉书中也有记载 那么山海经和后汉书中 均有记载的黑尺国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从两者的比较当中 我们能否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山海经记载的内容 确实有一定的真实性呢 我个人还是倾向于第三种观点 我认为有相当一部分的方国 它描述的是真实的是可靠的 我这里可以举例子 比如在山海经的海外东京中 就提到了一个方国叫黑尺国 这个国家的人呢 他的牙齿都是黑颜色的 他以吃稻子和蛇为生 那么在《大荒登经》中 作者又再一次提到了这个黑尺国 为了进一步验证 山海经中对于黑尺国的记载 是不是确实的 我进一步地查找史料 后来在后汉书的《东夷列传》中 我再次看到了有关黑尺国的记载 《霍汉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他说在我国以南的四千里 有一个诸如国 从诸如国往东南方向航行 一年的时间 可以到达罗国和黑尺国 并且说这个地方 是信使能够到达的最远的地方了 按照这个方位的记载 我们可以大致上判断一下 史书上所说的黑尺国 它应该是位于现在的 东南太平洋的群岛之上 那么到底黑尺国 是不是位于这个群岛之上呢 有一些现代的学者进行过调查 结果一调查发现 在现在的东南太平洋的这些岛国中 确实有黑尺的习惯 并且这种习惯也持续了上千年的时间 当然他们的黑尺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通过一种植物把牙齿也染黑了 当地的人呢 以黑尺为荣为美 并且说 这些人呢 还有中国的血统 那么这样一来 跟山海经的记载 就对上了 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出 山海经中 对于方国的记载 它不是无济之谈 除了黑尺国以外 山海经还记载了其他的方国 比如说 它还记载了一个 叫寿盲的国家 寿盲国 山海经这样写的 有寿盲之国 寿盲正立无景 几乎无享 原有大数不可遗忘 这段记载就是说 有一个叫寿盲的国家 这个国家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呢 它正午站在太阳底下 看不到影子 第二个特点 这个国家酷热难当 不可以去 第三个特点 就是你在它这个国家里 大声地呼喊 听不到声音 那么通过这三个特点的描述 给我们留下的第一印象 就是这个寿盲国 它一定位于迟道上的某一个国家 比如说 正立无景 就是中国 在太阳底下没有影子 这不迟道上的特点吗 非常酷热难当 再一个 呼喊没有声音 呼喊没有声音 它只是一种感觉 大家可以想象 在非常炎热的旷野之上 周围 一片荒凉 也没有风 仿佛空气已经凝固了 在这种环境中 大声地呼喊 我们自己感到 就像没有声音一样 实际上它记载的是一种人的感觉 这种感觉不是空穴来风的 从这一个例子 我们也可以看出 它所记载的寿盲国 有可能就是现在位于赤道上的某个国家 否则不会记载的这么详细 这么有感觉 这些对于方国的记载 实际上它表明了 上古时期的中国人 对海外有了比较深的了解 甚至我们可以设想 有些人可能是到达了这些 位于赤道上的国家 或者是直接听说了这些国家的情况 那么第三点 记载了沿海民族的习俗 我们中国人有祭拜龙王的这样的传统和习惯 其实这个龙王它是龙的人格的一个化身 祭祀龙王实际上就是祭祀龙 这说明我们做人崇拜龙 中国人为什么会崇拜龙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自己称自己是龙的传人 为什么 是因为龙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普腾 它是海洋的主宰者和控制者 崇拜龙实际上就是崇拜海洋 敬畏海洋 那么有人会问了 我们中华民族崇拜龙的习惯 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 这就很复杂了 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的答案 但是山海经给我们提供了答案中的一种答案 在山海经中它就这样记载 它说当年皇帝大战持游的时候 在皇帝的手下有一个助手 叫应龙 这个应龙它也是主宰海洋的一个龙 那么它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它住在哪里呢 看山海经的记载 它说大荒东北狱中有山 名曰兄里土丘 应龙处南极 杀赤油与夸富 不得富上 顾下树汉 汉而为应龙之壮 乃得大女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大荒东北狱中啊 有一座山 这个山的名字就叫兄里土丘 而应龙呢 就住在兄里土丘的南端 结果这个应龙啊 因为他是皇帝的助手 在皇帝大战持游的时候 把持游给杀死了 后来又杀死了夸富 这样上天就不高兴了 就禁止他再上天庭 应龙上不了天 没有办法给民间下雨了 所以民间持续的干旱 每到干旱的时候啊 这些民众们做成应龙的形状 来求雨的话 就会得到大雨 从此以后 人们就对应龙形成了崇拜 应龙就是早期龙的化身和代表 所以山海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 我们的民间对于龙宠拜的一种答案 所以我们说 宠拜龙的这种习俗啊 是从上古时期 人们宠上用龙开始的 山海经中还谈到了 沿海民族的很多的习俗 包括了吃鱼的习惯 捕鱼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在山海经中 他介绍了很多的方国 都有吃鱼的习惯 他说 有一个张红国 这个张红国的人呢 他长得都是像鸟一样 有慧 有翅膀 并且他直视四只鸟去捕鱼 这是张红国 还有一个方国 叫长臂国 这个长臂国的人呢 他手臂很长 一手抓了一条鱼 这两手里的鱼啊 它不是收获物 而是捕鱼的工具 用鱼来捉鱼 这是一种记载 我们看这些记载啊 虽然山海经 把这些方国的人都神化了 但是我们看 他所记载的 东南沿海的民族的习俗 却是准确的 比如说喜欢吃鱼 比如说捕鱼的方法 有些捕鱼的方法 直到今天 我们依然在使用 所以这是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 就是讲述了远古海洋的神话 山海经的《大黄东经》中 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说在东海的深处 有一座山 叫刘伯山 它要深入到大海 七千里 是大海的深处 在这座山上生活着一种野兽 这种野兽非常奇特 它的身体像牛 但是没有脚 它的身体的颜色 是深青色的 它每次出水 都会引起风雨 它的身上还会发光 发的光如同日月之光 并且说这种野兽 它只有一条腿 那么这种野兽的名字叫什么呢 山海经中说 它叫葵 它就描述了葵 这种生活在深海中的一种动物 实际上看到这样的描述 我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 我们现实生活中 所经常会看到的一种动物 这种动物就是海狮 海狮在世界上 很多地方都有 它主要生活在北极 或者在寒温带地区 在南北的地方 也有海狮的出现 其实海狮 它是一种非常温顺的动物 我们再来看一下海狮 它的特征 海狮它的身体也像牛 但是也没有角 它身体的颜色 也是深青色的 它经过千年的进化之后 它的前肢变成了两个谱 而后肢也变成了两个谱 但是我们从外观上来看 它后肢的两个谱 几乎是连在一起的 就像是一条腿一样 就像一个大尾巴一样 它的叫声也是很昏厚 像牛一样 我们可以想象 当海狮出水以后 出水的时候 如果遇到晚上的月亮光 很亮的时候 它的身上也一定反光 所以从这些特征来看 山海经所描述的这种 葵这种动物 与今天的海狮非常相像 但是山海经对于葵的描述 那把它完全神化了 山海经中记载的葵 与海狮的形象特征 确实有不少相同之处 如果说葵的文学形象设计 就是参考的海狮 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海狮个性比较温顺 胆子相对较小 而山海经中的葵 却是识人的怪兽 两者的习性有天壤之别 那么山海经为什么要刻意将葵 描写成恐怖的怪兽呢 这其中究竟蕴含了中国古人 怎样的精神内涵呢 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 下部第四集 山海之经 那么山海经为什么要这样描述 葵这种动物呢 实际上它要告诉我们 大海深处生活着像葵一样的 很多的这样的恐怖的野兽 大海是恐怖的 我们应该敬畏大海 但是同时呢 山海经还传达给我们一种兴趣 告诉我们 葵是可以战胜的 为什么呢 山海经中接着记载 说当年皇帝啊 曾经杀死过一头葵 把这头葵啊 它的皮剥下来 做成了一面骨 用葵的骨头做成了骨葵 这面骨啊 声音非常大 声入雷鸣 一敲 五百里范围内 都能听到 这种记载就告诉我们 皇帝不仅可以深入大海七千里 而且可以杀死葵 这种非常恐怖的动物 他告诉我们 要建立起战胜海洋 征服海洋的信心 所以山海经中所讲述的 葵的故事啊 告诉我们 一方面 大海是恐怖的 是要杀人的 另一方面呢 我们人类是可以涉足深海 是可以战胜海洋的 那么类似葵的这样的故事啊 不仅仅这一个 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头 所提到的 金卫填海的故事 也是一个 树立我们战胜海洋信心的 一个神话故事 这就是山海经 给我们传达的 有关海洋文明的信息 第五个方面 记载了舟船的发明者 舟船啊 它是海洋文明的重要成果 也是我们人类 中复海洋的重要的工具 山海经就记载了 这样一个方国 叫大人国 这个国家的人呢 它的体型都很高大 可以坐在地上 来制作独木舟 给我们提供了 这样一个信息 其实山海经 关于舟船的建造 还有更加重要的信息 在以前的节目中啊 我们曾经谈到 独木舟啊 它的发明者是谁 在典籍的记载中啊 有若干个独木舟的发明者 包括皇帝啊 贡谷 画胡 枯木为舟 眼目为己 巧锤 博弗 博弈 作猪 等等 而山海经呢 给我们提供了 另一个独木舟的发明者 这就是潘渝 世事为舟 就是潘渝这个人 最早发明了独木舟 那么潘渝是谁呢 在山海经中的记载啊 他是这样说的 潘渝 他是地群的曾孙 当然在其他的典籍中 还有记载啊 潘渝是皇帝的曾孙 但无论如何 山海经给我们提供了独木舟的发明者之一 潘渝 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海洋文化信息 讲到这儿呢 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 山海经是一部保存了上古时期 一直到夏商周时期的 丰富海洋文化信息的一部经典 它表明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 就善于经略海洋 敢于征服海洋 山海经本身就是一个海上传奇 那么在山海经之后 还会发生哪些传奇故事呢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